本地小贩文化在202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是 当然生意成功是殊荣 但是要让这一道饮食文化的独特风景 远远流长就要考虑到传承的问题 小贩家族的第四代成员 为什么放弃在国外追梦的生活 回来当主炒摊的投手呢 而中日的与油烟为伍 他说最怀念的是喷香水香香的自己 小贩行星人继承主业 要如何加强经营 为本地的小贩文化加持呢 身为一个年轻小贩 我可以保留我小时候对美食的一种回忆 保留我曾祖父那时候 售卖给他的客人的一种食品 我是微光 我是竹炒档的投手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锅一定要热 够热的话 你的油要够冷 然后下去不一样食材的时候 不可以太湿 那个锅气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来的 那如果你可以控制了大火 你可以加弹它的酵 然后就会制造成一个很香很香的一个味道 去吃竹炒 外地人听了或许并不知道 竹炒不是一道菜 而是一个档口 卖的都是中餐 价格中档 让人竟能享受现炒现卖的好料 口袋又不会破个大洞 围光是这个竹炒档的第四代舵手 他的曾祖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开档做生意了 他们家擅长做鱼类佳肴 那整条鱼我们都会利用 它的头我们会用来煮鱼头汤 鱼片还有鱼肚鱼尾都会用到它做不一样的菜 以前我的曾祖父在摆摊的时候 他们的家其实离他们的档口蛮近的 他们在家里通常会有一个小小的鱼池 需要鱼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家打鱼 自己打鱼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会在这个当处帮忙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陪伴 对 职策对我来说 他也是我一种回忆 整家人都坐在一起 品尝一些食物 然后分享一些所经历的事情 童年的美好回忆 一直羁绊着微光 陪他度过许多个在国外闯荡的日子 2017年 当他得知当时长勺的姨婆身体欠家 有意结束一夜时 他立刻决定回国继承组业 微光在国外累积了一些经营咖啡馆的经验 但是对经营猪炒当却一窍不通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等于我以后要去哪里吃 我从小到大吃的这些东西 那个失落感也是很大很大 可是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 是另外一件事 有蒸鱼头吗 我第一次开火 我是这样开的 我是把脸这样开 我一开那个火是这样上来的 所以我就看到我的眉毛好像少了 好像短了很多 我的头发也好像短了很多 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慢慢地学着煮东西 还是会有人欣赏我煮的东西 尤其是我一波 他们也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 他还是慢慢地说 你慢慢来 你慢慢煮 十盘 九盘会过得了我自己那关 他已经是很不错了 我觉得 一般上煮炒档的营业时间 从傍晚时分开始 微光却看准午餐时段的商机 提早开档 以争取更多的年轻上班族为顾客 他们对午餐的要求有别于晚餐 既要快又要好吃 最好还要好看 于是微光参考咖啡馆的菜单 把菜肴和米饭或面食类放在碗里 以类似夏威夷盖饭的呈现手法 把传统的煮炒档风味带给年轻的时刻 CBD的客人在寻找不一样的味道 和不一样的味道 有时他们就喜欢吃比较新鲜一点的东西 比较咖啡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东西放在碗里面 好像比较容易吃 下午餐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我的练书 我是我的創创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从那边我可以 我可以试图很多东西 我的概念就是 但是如果连午餐时间也一夜 就意味着他的工作时间也加长了不少 他还在摸索 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求取平衡 做小贩最大的挑战是我的生活生活平衡 老一辈他们不觉得休息是一件很需要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就是 如果我没有开档口 我今天就损失今天的营业 我自从做了小贩之后 我的时间变得很宝贵很宝贵 我就珍惜那些我可以拥有跟我朋友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要慢慢自己学会的一个东西 即使工作时间再长再累 维光还是希望自己不但能传承主业 也能为本地的小伴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新的元素 于是他积极参与各类美式文化游活动 希望吸引更多人一起共襄盛举 发扬光大 这是什么我父亲从1940年里做的东西 俗话给别人家吃的时候 我喜欢看他们的表情 他们好吃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你今天想吃什么我煮给你吃啊 然后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聊天啊之类的 如果我有这个平台可以组出来的话 然后分享一些故事啊 我觉得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件东西 今天的市政有约就播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遇您再会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